圣诞节迎唱圣诞歌谣 除了分享圣诞福音和圣诞节意义之外 对乡亲来说 圣诞节还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表达情感的日子 为此休息小长王玫瑰主动走出公所 率领公所各科室主管 而15号下午来到培德幼儿园 还有嘉弥幼儿园来举办圣诞报家音 让乡亲孩子拥有一个温暖的圣诞节 随着12月的到来 圣诞临上在花林县不少地区悄悄响起 更有每轮每换的圣诞灯 开始陆续点亮 迎接圣诞节的活动 休息小长王玫瑰表示 圣诞节对于圆乡部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此今年度采取主动走出乡公所 规划到休息小各部落文件站 幼儿园关怀部落长者的与学童 期盼透过圣诞节报家音活动 让乡亲与孩子们拥有一个温暖的圣诞节 我们在乡内有非常多 我们幼儿园的一些教育场所 那我想我们也是逐步在今天 最后一天 除了我们自己乡内的幼儿园跑完之外 文件站也走过之外 那我们邻近的乡镇 像我们的裴德幼儿园 今天为什么会来 最重要是我们有邻近的部落的小朋友 也是把小朋友放在这里 也是用这样一个东西牧林的心态 我们也是要来给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边所有的教职人员来鼓气 鼓励来打气 那更重要是要来这边关心 分享我们的爱到这里 我们各位表示 熊湘公所首次办理圣诞节报家音活动 出动公所各个市主管与客员 到熊湘境内十二所文化健康站 三所部落关怀站 以及五所育儿园分班 江湘公所而后都会在每年的各个重要庆典 主动关怀美味乡亲 让乡亲能够感受到熊湘公所 为民服务的积极态度 记得喜欢熊湘公导 我们下期再见